古代最恶心皇帝,妃子病死,下葬前还要打开棺材,让服侍他一丸。 公元401年,后宴朝五的慕容圣平定叛乱时,身中冷戒,重伤不治,一命呜呼,年仅二十九岁,慕容圣死后,后宴大臣本玉立徽民帝,慕容宝之子慕容元位帝,结果丁太后立排众议, 让自己的情夫慕容夕登基称帝,始称后宴朝文帝。丁太后凭一己之力让慕容夕作善皇位,可慕容夕却是各白眼狼,称帝第二年,便将丁太后俩在一旁,将服松子,服训应这对姐们花接入宫中,左拥右抱,好不自在。 丁太后看在眼里,恨在心里,一边诅咒慕容夕不得好死,一边连和娘家侄子欺兵上书听信,打算废了慕容夕,立慕容渊位帝。 慕容夕的知此事后,很是愤怒,丝毫不顾及和丁太后,曾经同床共枕的情谊,冲入后宫,直接将丁太后活活逼死。 丁太后死后,再也没人打扰慕容夕和服松娥,服训应三人的幸福生活,慕容夕对这对姐妹花是言听计从,这对姐妹花说抄谁的家,就抄谁的家,说用什么酷刑,慕容夕便用什么酷刑。 可没多久服松娥便操劳过度,卧床不起,这时竟然有不长眼的方式,竟然跑到慕容夕面前装神弄鬼,结果服松娥还是死了。 慕容夕一怒之下,竟然直接让人将方式剁碎,烧成灰。 服松娥死后,慕容夕对服训应更是疼爱,封她为皇后,服训应爱旅游,慕容夕就带着她游遍后宴,东至青岭,北到白鹿山,南达沧海,一路招摇过市,搞得鸡飞狗跳,百姓苦不堪言。 可末几年,服训应也因操劳过度,一命呜呼,慕容夕哭得像死了亲娘一样,数度昏厥,抱着服训应的尸体不让下葬,大臣好不容易将服训应的尸体夺了下来。 慕容夕又亲自辟麻带笑,命令闻五百官哭领,暗简哭着,无泪色罪之,为了不掉脑袋,不少官员只能在袖子上抹上希腊之物,场面相当震撼。 不仅如此,慕容夕还用举国之力,为服训应修剪灵寝,上至宫卿,下至百姓全部参加,将国库花了个底朝天,才将服训应灵寝建好,待服训应出殡之时,由于拉棺材的马车太大,出不了城,慕容夕一路之下,竟下令让人直接将城门给拆了。 服训应死后,慕容夕四面成灾,实在舍不得自己这位宠妃,徒步跟着服训应棺材,跑了二十多里,下葬前,还命人打开服训应棺材,秉退左右,和服训应尸体发生关系,不得不感叹,真是一对生死之交。